注意看 张继科这是怎么了 众目睽睽之下竟然一脚踢碎了赛会挡板 完事后他又觉得不尽兴 于是便穿过赛场再次踢碎了一个 而这踢碎的两个挡板 直接导致他被国际拼联扣掉了30万奖金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 才能让张继科在国际大赛中做出如此行为呢 接下来让我们回到比赛现场一探究竟 这一幕发生于2014年南拼世界杯的决赛现场 本场比赛由藏敖张继科对战六边形战士马龙 而当时的张继科虽然已经拿到了大门关 但是却经常被人称为是醉水大门关 因为曾多次被马龙压着他 所以他迫切想要引马龙一把来证明自己 而这场比赛正是他的扬名之战 为此他赛前还打了封闭针 比赛开始后两人对抗十分激烈 双方比分咬得很紧 但是从中局开始 龙队就掌握了场上的节奏 打得张继科叫骨不叠 好球 攻击是最好 好发展 纠缠中两人你来我往 比赛渐渐的被拖进了第五局 直接马龙正手扣杀连续得分 直接拿到了5比0的孟皇开局 最后张继科只拿到了2分 便输掉了第五局 张继科的正手拐 来到第六局 已无退路的张继科稳住心态 开局直接轰出了4比0的优势 反派去加厉 可以说当时的张继科确实厉害 他的霸王拧旋转强 速度快 经常拧出大C型图线 虽然后面马龙也有追分的势度 但都被张继科的霸王拧压了下去 这一局张继科11比5获胜 此时场上大比分为3比3平 紧接着来到了决胜局 张继科加强进攻欲战欲勇 用霸道的反手拧拉连掌数分 率先拿到赛点 好 张继科发球能不能进攻呢 就看这个球 短球 哇 马龙最后闪身的正牌 将他把阵给翻平了 10比10啊 马龙还是很近喔 现在10比10轮到马龙的发球 哇 哇 11比10 哇 哇 12比10出界了 结果呢 张继科相当奇怪的来到场面 哇 就是一脚把这个广告看来给踢破了 最后 张继科以12比10拿下比赛 他本人更是兴奋地踢碎了两个广告牌挡板 而这样的行为 也是让组委会十分不满 直接没收了他30万的冠军奖金 赛后 刘国梁教练更是严厉地批评了张继科 让他自己扇自己两个大嘴巴子 打醒自己 以防晚节不跑 那么对此 你是怎么看的呢 欢迎大家踊跃评论